沙发吧 这个是号称的百万家发 其实你们坐坐看就知道 这个大概就是一般 专华设计公司 请那个工厂住 然后放 成本就是几万块 北一大校长陈凯黄 再次开箱校长室 亲自出面解释外界一律 浅灰色的沙发并非高级名牌 整面书墙是采用回收材料制成 至于百万厕所 夜市子虚无有 以前是围厂 所以这个都还有 可以让老师洗澡的地方 那我们保留没有把它废掉 是因为考虑到 说不定日后学校发展 还有这样的需要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不是大理石 这是水泥地板 厕所空间并不大 分为男女厕并含有卫浴 因为这里过去是围厂 让老师们闭关出考题 以及应试卷 荒废已久后 在七年前改建成校长室 三十几平大的空间 才调高设计 艺术装置品通通来自 学校老师的作品 甚至也有校长自己的创作 艺术作品其实都是 学校的老师的作品 来的外宾贵宾 我们就有机会跟他们介绍 唯一能看到名牌就是 一台大桶电冰箱 面对批评 校长难掩心情低落 强调这里是自己的办公空间 也会作为一级主管的会议室 或是让研究生办论坛 甚至也接待过外交使节 真正学生抱怨细索宿舍 还有许多缺失 校长也表示都在逐步整修中 逐年分期分批来推动 我们都能理解 学生希望一次性全部变新 我想这个的确有困难 不过最近这几年 我们大概也有一些不错的成果 比如说像我们的学生餐厅是全新的 女二社也盖了一个崭新的电梯 校长强调公立学校经费使用公开透明 只是没想到分享艺术大学的校长室 会意外掀起风波 每日新闻在下轮台北采访报道